這一組的話是我們今天整個台灣迷你群的壓軸的分享會 那我們這一組就是印第樂團的小組 那今天呢我們的主題是要來潛談台灣獨立樂團的場景 那我是這次印第樂團小組的成員 然後也是今天的主持人益瑄 然後今天的話我們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三位 就是在台灣獨立樂界他們有非常多豐富心得與經驗的老師們 那我們現在就來各地介紹他們 那首先呢第一位的話就是目前這位老師呢 他們有在經營一個介紹獨立音樂的網站 然後他這個部落格的名字叫做 是音樂是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那我們歡迎這部部落格林曼王老師 我是一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欸 老師是這樣的含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第二位的講師 那這位講師呢目前是在獨立音樂的專門網站 Sfree Voice 單位音樂頻道的總監 那這位是我們的小樹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攝影展的共同策展人 那也是目前1976樂團的主唱阿台老師 好 非常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適不適 馬上來進入我們的分享會 那一開始呢就是會先進入我們今天的流程介紹 我們現在主要會分成兩個階段來台 台灣的獨立音樂 那這其中在最後的部分呢 我們會開放給現場所有的聽眾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請教這三位老師的話 都可以在最後提出來 好 那結果前面的這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就是會先來為我們這次整個的企劃 稍微做一個簡介 那我們這一次呢是策劃了為期一整個月的攝影展 那這個攝影展的名稱 相信大家就是剛剛一直不斷的 就是頭髮燈就是打給大家知道 就是叫做搖滾的模樣 Portrait of Indies 那為什麼要取照這個名稱呢 其實我們是大家認為說 其實不論是搖滾 或是獨立音樂 那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來說 就像這些攝影作品一樣 其實在每個人的心中 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跟不同的定論 甚至是不同的模樣 對 那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想要特別請教這三位老師 因為這三位老師其實 曾經就是在台灣獨立音樂界 有經歷過大大熟熟的就是事情 然後想要請他們分享一下 在他們心目中 台灣的獨立音樂 到底是什麼樣的場景 什麼樣的模樣 那他們覺得未來台灣的獨立音樂 又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就首先 先請阿凱老師來幫我們做分享 先讓他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這是那個再選 謝謝 這個先講鼓勵一下 就是台灣1987年的時候 我才解嚴 那個時候我11歲 然後跟我童年的 那個時候的小朋友 現在的中年人 有把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五月天的捷奏 他是有怪獸 石頭跟瑪莎小我 一見 可是喜好好像跟我童年 一確定人家想要聽你講一些中年人 很有 可是這中年人大家不認識 我總之很感想 閃琳的主唱Freddy 投阿苦語的國史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就開始一起玩 突然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叫地下樂團 有沒有聽過這個字嗎 對 可是後來 後來好像大家都說不可以用地下樂團這個字 我們要說獨立樂團 因為地下樂團 其實地下樂團聽起來是很酷的 只是它跟現在大家經驗的形態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Lighthouse不一定在地下嘛 而且其實很多團都上電視 常常也上廣播節目 其實很多樂團 今天大家都知道的 多數的 在那個時代有很多團 需要包含樂天跟響音 他們可能也是變成很多年輕人想要玩音樂的原因 就是一開始那個目標 慢慢今天已經 大家聯網的解嚴這件事了 大家 喜歡的是 玩樂團好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後去看樂團 也可以打發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間 其實這個還有禮拜五晚上 這個其實都很好 我們的心情也在改變 我們現在會覺得 其實地下這個很酷 如果你把它當作一種樂風 或者是你的心態當然很酷 可是那不是你每天拿來說的事 現在普遍的樂團們大家都了解 我們現在是 我們一些休閒活動產業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轉變其實是蠻大 就在這十年而已 老師那你要不要來談一下 就是未來 你覺得台灣的獨立音樂會有什麼樣的想像 就你自己的部分 我覺得現在還不是生意 就是你很少聽到有班上的前幾年的同學說 我長大要去玩樂 或我要去做經紀人 可是 可是他們比較多人想要當醫生 我不是說在這個行業裡面的年輕人不優秀 因為有的人是真的很優秀 他只是不在念書而已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心情上的投射 就是 如果你想成為 就是很多人想要投入這個行業 其實這個行業因為經紀人還很少 老實說 就是很厲害的經紀人 那種 有沒有看過好萊塢電影 好萊塢電影裡面的經紀人 就是都很強 就是一個牛頭 碰運動員的經紀人也是啊 然後 對 每分鐘幾百萬上下 這個行業還不是一個生意 如果他面前了一個生意 我覺得大家就不會用了 像我剛才看到同學檢 檢的那個重量都比較重 就是說生活的困分啊什麼的 那只是我其中一段話而已 我最希望的就是說 它能變成一個生意 但是我還努力的在往這裡走 你說經營樂團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經營的唱片公司 這真的是很大的學問 如果有一天它是一個生意的 或現在我們這一代的人 有機會看到他變成一個生意 那 我覺得他應該就有更多 比較正經的討論 我覺得現在我們在想的都是 他很辛苦 其實 好多玩樂團的人不辛苦 我就沒有很辛苦啊 我就還好 像跳劇小叔老師剛才講 就是我家的你的鋼是滿的 那我別的賺錢的方式 其實很多玩樂團的人也是 可是我的生活來源 大多數是跟音樂有關 這個是很確定的 如果以後大家都說 我寫一首歌可以賺錢 可是那個時代老早就過了 你知道嗎 以前寫一首歌就可以賺錢 王菲的我的願意 我前幾天才看到新聞而已 是要簽嗎 對不對 那首歌就讓它可以 日盡抖金 就真的是非常賺錢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已經很難聽到 在流行音樂產業的人 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是 就是一首歌的代價 它是什麼呢 一首歌的代價 它可能是 像現在Kickabox聽歌 你付199嗎 還是299 一首歌的代價是零點幾塊 你知道嗎 這是一首歌的代價 可是你要乘以多少 就是讓多少人知道你聽到 我覺得這個還是 慢慢可以做的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就非常謝謝 剛剛阿凱老師的分享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邀請小樹老師 來為我們分享他過去的經驗 然後他的想法 我可以接著阿凱的話講 剛剛講到說 看音樂團現在變成是週五週六 週六的娛樂 不要忘了還有一件事 禮拜四有娛樂 因為見證大團 都在禮拜四 所以 對 還有星期三 不加班 雖然這裡是荷蘭的 開玩笑講的啦 當然 台灣的獨立音樂場景 其實我們算過啦 因為阿凱對我來說算前輩 雖然他年紀比我小 但他算前輩 那我們可能接近大概這十年之內 開始從事這個行業 那也開始在這幾年比較接觸 越來越多新生代 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樂團 我都會想盡辦法跟他們說 想辦法把獨立這款字拿掉 那很多人會有一個疑惑 如果就是獨立聽起來很酷 為什麼要拿掉這個字 我們已經拿掉了地下 為什麼還要拿掉獨立這兩個字 我說在這個年代 消費者其實沒有什麼義務 要分清楚你是獨立還是主流還是什麼 對方來說有意義的是 歌好不好聽這件事 如果你的歌 無論你的歌夠好聽 為什麼你不能跟周杰勒平起平坐 周杰勒後面有兩億 你只有兩百塊 但你的才華沒有輸人家 為什麼要喊人家一結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想盡辦法獨立這個字拿 其實比較是產業用語 當你在分析產業狀況的時候 產業的產值 你才會去做這樣的區分 但就音樂來說 對於消費者的觀念來說 其實這件事情沒有 那麼一定的敬畏分離 比方說我那天碰到一個學生 我就不要講哪個學校學生了 有一個學校學生收了音樂社會學 想要來做一點產業的探討 然後來問一個問題 我才發現很多聽所謂獨立音樂的人 對主流有一個可能有一點點奇怪的敵意 那我都會試圖幫大家稍微離清那個敵意的來源 到底是什麼 比方說他會覺得主流歌手都不會自己寫歌 他們只是出來學大家的錢 那可是其實在大部分的 我們看到好的主流的創作人裡頭 其實有非常多是自己寫歌 比方說我們講Madonna跟Mariah Carey 其實大部分都是唱自己的歌 所以標榜寫自己的歌 並不是獨立音樂或獨立樂團的專利 只是以訴求的對象 你想像的群眾到底是誰而已 那回到了現在新的創作人跟新的樂團 我都會盡量跟他們說 在這個環境裡頭不要拿獨立去標榜自己 你要標榜的是你的創作到底有多好 到底可以給這個世界的新的聽眾什麼 這件事情才是你存活下去 並且跟你所謂的那個主流狀態對抗的武器 我們非常謝謝小樹老師的分享 讓我們大家有很多新的刮點 那我們最後呢 來請林芳芳老師來為我們做一些他自己的心理教育感想 謝謝 我想在座兩位都是前輩 小樹老師他做了非常多去Push樂團自己的事情 包括The Next Big Game 健身大團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台灣不缺樂團 缺的是Push他們的一個人才 尤其像這次最大的活動 但是其實講樂團行銷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小樹老師之前有開過樂團行銷的課 那所以其實我們重點是要去行銷樂團 然後就像我們剛剛 我剛剛跟阿凱講的 就在私底下聊天 就覺得說 其實讀樂團要把他們自己的表演 動作比較好看一點 也就是說娛樂性的表演 但是在你講娛樂性並不是說 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把娛樂性 跟諸葛亮的殘廳秀搞混了 就是娛樂不是只有那種方式 或者是張飛的綜藝大哥大臺叫娛樂 還有很多別的方式 對 所以謝謝小樹不重 但是重點是我覺得 就我的腳步 我是一個Vlogger 我是一個寫樂團推薦文字的人 小樹成功老師也是 那 我們都盡力要去 告訴大家有 有這麼多樂團可以去聽 有這麼多優秀音樂人可以去聽 那 但是其實我們 目前所拉到的聽眾還是非常的少 我覺得目前還是非常的少 不知道是我們自己耳朵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說 還是說 台灣的聽眾需要再開闊一點自己心胸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我常常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自己耳朵太雕章 太有問題 才會覺得 我喜歡聽的東西 是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這些人會覺得 這個東西不好聽這樣子 那我想 這是我們必須還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像台灣 不缺乏樂團 隨便 隨便屬於屬 像去年聚獸妖狗 看那個名單 我都嚇到 一天有 好幾 二十幾組樂團 我覺得 我好多都沒有聽過 那有很多樂團是可能 今年出現 然後就不見 那樣子 就是 然後大部分的樂手 都是互相嘎團 就是 我在做訪問的時候 就會問說 你還有嘎什麼別的團 隨隨便可以 可以 可以 講出兩三四個 就表示說其實 那個經濟實力 是夠的 像阿凱講的 就是那個 他們沒有辦法去賺 很多錢 所以只好搭很多個團 去 去 去想辦法 補足他們的經濟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是 靠傳播力 靠 到目前像 Facebook或 浮浪這麼流行 那靠你們去 Push 每一個樂團 靠傳播力量去 Push每一個樂團 這樣子 好那我謝謝 非常謝謝林邦老師 還有剛剛三位老師的分享 其實大家可以 從他們剛剛的分享裡面 有聽到說 其實三位老師 他們各自在他們自己 能力所及的範圍裡面 做非常多的事情 希望可以推到 不能說鼓勵音樂 就是音樂創作 這件事情 對 沒有關係 對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 剛剛是第一階段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到 第二階段的分享 那在進入第二階段之前 那我們要再重新回到 來提起我們這個 搖滾的某樣的攝影戰 剛好說它是 維持一個月的長度 那它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其實剛剛我們在 老師那場沒有聽到說 台灣現在有非常多的樂團 然後有非常多的樣貌跟可塑性 所以其實啊 在我們這個攝影展裡面 要挑選受訪的對象 就是研究的對象 跟攝影的題材 其實非常的相透腦筋喔 然後其實我們非常高興是 阿凱也就是 就是有幫我們推薦了 十個樂團 來做我們這一次的 攝影的主題 那其實這十個樂團 我分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中這幾位音樂人是 熊寶貝樂團 然後馬克白 鼠命 Merry see the future 南瓜泥 通摸大雞 廖文牆 HOSH EASY 以及賈永樂團 這十組 那其中我想要特別請這三位老師 分別來推薦其中的兩到三個樂團 來稍微講一下你們 對這身樂團的了解和印象 或者是你們以前曾經跟這些樂團 接觸過 發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或故事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謝謝 那我們就從明浩老師先開始 我這次幫忙寫的樂團是 馬克白 然後通摸大雞跟 各一頂這三個樂團 這三個樂團 那我 我 我之所以就是 喜歡這幾個樂團 有幾個還蠻簡單的樂團 像通摸大雞其實就是 一開始聽 所謂的比較 另類的音樂的時候 會喜歡這種 就是民謠花神類的東西 那他們很可愛 他們 所以其實說 在座應該很多學生 他們通摸大雞也是從學生開始 那 像馬克白也是從學生開始 然後很多 很多其實現在目前看到樂團 都從學生開始 雖然之後都遇到當兵 之類的 然後會解散 但是 但是 畢竟學生是比較多 比較多有充裕的時間 可以去玩一個團 或者是 去參加這些活動這樣子 然後像通摸大雞 他們是四星大學的學生 那 四個 四 四四四四四四個 四個學生組成這樣子 然後他們自己團員 就是負責 美術啊 然後 所有的樂器啊 所有的包裝 推延行銷 那我覺得他們做得還蠻成功 就是像 陳啟生 魯寶雄現在也很清新 清新的東西 那像馬克白他們是 十件大學學生 然後他們都是設計師 所以 做出來的東西也是 非常的 嗯 很酷這樣子 然後黑白這樣 就是他們是一個很酷的 啊 後螃業團 這樣 然後 Easy的話 我想帶兩張 一張是 一張是阿凱 有參與的就是 就是1976那個 為什麼 那 我想 關於Easy有部分阿凱 應該可以講什麼 對 那我現在就講 就把另外一張交給阿凱 接下來就麻煩請阿凱來幫我們介紹其中 他覺得比較感興趣的樂團 我忘記我寫了哪些 哈哈 沒關係都可以說 但是這十個樂團是跟同學們一起挑的 那我覺得跟同學們的討論是 就是 非常有意義的是 因為本來的 開頭就是整個大方向是要彈台灣的軟實力 就是這次政策廣告的 畢業製作人的 方向 那同學們一開始丟了很多 其實重量都很重 大概跟獨立音樂的差不多重 可是我們最後討論到我們說 不要彈音樂革命 因為革命是上樂下的也很努力 我們做廣告的 我們總是要想想看 我們是用同才的心情去進入 那同學們也 大家都一起丟了很多想法 我們這邊是變形五月天的愛情的模樣 對 然後 對 就變成搖滾的模樣 就是 我們看看大家搖滾的模樣 就是 因為這次也是一個攝影展 那同學找的那些攝影師 我覺得都 蠻有意思的 如果 現在還有機會再看到作品嗎 沒有問題 這個之後 我再跟大家說 好 反正還有機會看到作品 像Hush這邊有一個刺青 Hush在海邊的卡夫卡 在我排的一家店裡面上班 嗯 好 先生好 我們是台灣五師傅 就咖啡 先是 像五三 我等他講了 然後 好 就這樣 他的咖啡煮得很好 那我覺得帶到這個刺青 是 一一勝願 因為Hush這個人是很倔強的 他有簽約過唱片公司 他有簽過詞曲合約 也是大的唱片公司 可是後來 忠祐的原因 他沒有在這個唱片公司 也發行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也沒有賣掉 可是我們聽了 我們都覺得Hush的音樂實在太棒了 他是以寫情分為主的 高高帥帶一個小男生 也還蠻年輕 可是他的情歌的重量 他講的深度都很夠 那我講的深度是什麼意思 深度就是他用詞最淺白的 最用詞很淺白 可是你看到很多 你也可以自我投射進去 我們唱會討論這個部分 我覺得Hush是 但要帶我自己的推薦 我覺得他的搖滾模樣 跟今天我們看到玩團的朋友 其實不太一樣 他是一個人 single soundwriter 然後找朋友 來做現場表演 他的現場也還不錯 晚上八點鐘 在海邊的CovCov 是搖滾模樣 然後閉嘴請大家晚上也會 對 遺假還跟你們談不談不談 然後 我再談一下Easy好了 Easy也是挺特別 Easy也是一個Single soundwriter 可是他 Single soundwriter 是一種 叫什麼 就是跟樂團差不多意思 我不知道 我也 我不會 創作的方式 就是他是歌手 也是寫歌手 那Easy 的無電影類的背景 有聲 他用的和弦 其實都很特別 我們一起做了 Oies for Love 這張專輯 這是一個朋友的畫 他的畫已經賣出去了 叫Oies for Love 可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愛 可是他的 這幅畫裡面有戰爭 有外星人攻打地球 就是 有很多女生的意思 那Easy在裡面協作的是 全音樂的部分 就是 我們一起做 合作把它當作一個電影連線帶來做 那他使用的和弦 我覺得 我看過的同才 還有現在玩音樂的小朋友 可能沒有他那麼豐富的古典音樂知識 可是他轉化進來的音樂 聽起來很自然 對 這個預告片的背景 因為是Easy的音樂 我們之後可以再聽一下 其實也都非常好聽 非常流暢 那男子就是說 你去看他的和弦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這個時代是很強的 他可以把它變得 聽起來是那麼簡單的 我欣賞這兩位 好 謝謝Lari老師 那我們最後請小樹老師 也來分享一下 其他的樂團 這十一樂團 你這樣一字排開 你就會覺得 哇 這是劍劍大門的系列啊 謝謝小樹 就包括像 Maris of Future 馬克白 還有新南瓜尼 然後 通過大雞 我唱唱歌 對 然後 一聽到晚在水果上 稱霸的 廖文昌 這些都是 都是 我們很長期關注的對象 那 我覺得這些團 我不用 其實不用特別講誰 我覺得這些團 當然會許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一定優秀的程度 我覺得這個世代的團 比較有意思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一直在想說 我今天這個講座到底會 底下會是誰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說什麼 看到 如果你看到這些 我覺得他們當然都是很好 很好的代表 那在樂團的經營上 跟自己的思曲創作的態度上 我覺得都是比較好的 那 可是 比方說我們常常會在 比方說阿凱 如果我們看到朋友的經驗是 我們會出現在一些不同的比賽 擔任評審 或是我們會收到一些其他 比較新進樂團的創作 那我常常碰到一個困擾是 新的樂團常常用負面表列 來陳述他們的東西 比方說 你經常可以在樂團的測標上看到 這樣的文法 說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有的只是什麼 這種文法 那這個文法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 就是 比較接近是一種自卑而自大的狀態 同時也可以回應剛剛貓王講的 為什麼這個世代的新的相片者 或新的組曲 沒辦法理解那個東西 因為那是一個負面表列的狀態 你沒有告訴我 你是什麼 你用刪去法再刪去 你不是什麼 你不是什麼 比方說 呃 常常有一樂團說 我們沒有華麗的包裝 我們沒有什麼什麼 呃 其實華麗的包裝本身不是錯 只是看你怎麼用而已 對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種負面情緒 在成立你的事情 那 沒有清楚的表達出你 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會令新世代的相片者 比較困惑 那 這些像新的樂團 比方說 如果他通常是 書信在Stream World上 我們覺得是 呃 創作的潛力跟別人的潛力 都很不錯的話 呃 我的角色就會很雞婆的 想辦法去認識這些人 然後 確認他們對自己的未來 對自己的發展的 也許在三五年之內的前景 沒有奇怪的想像 然後沒有過度負面的情緒 可以讓他們好好走下去 然後這些 能走到現在 我想 他們自己也領悟了 這條路應該要怎麼走 所以你確定不是摧毀他們的信心嗎 呃 我不敢摧毀別人的信心 但我同時也不做錯誤的鼓勵 我覺得 他的對面 改變動 因為他不做錯誤的 為人家也不做錯誤的 你自己也能做錯誤的 你不會再說 我能必須 我可以把揭ilar